她是西汉王朝历史上记载的传奇 身居后卫长达61年 是史书记载寿命最长的皇后 王振军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宫女登上了权力顶峰 家人子、太子妃、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 身宫之中这份荣耀像是沉重的枷锁 终其一生所求无非一份真情 然而却都没能得偿所愿 王振军的母亲端庄贤淑 然而她的父亲却沉迷玩乐 面对丈夫的荒唐行径 王夫人一次次选择了宽容宁忍 年幼的王振军躲在暗处 看着父亲在众人面前戏弄母亲取笑 爱母亲切的王振军再也难以忍受 他不顾一切冲出来救下了母亲 母女俩因此受到了严厉惩处 振军 娘听你的 振军真了不起 王振军多年后仍然记得母亲王兆的目光 充满了慈爱和忧郁 王兆在王振军五岁时被丈夫休憩 走投无路之时入宫做了皇后的医女 而这份荣耀 也是奴婢的自尊之所在 机缘巧合中遇到了年少时的好友 皇后身怀龙衣格外尊贵 因此医女们要再次接受将军夫人的考核 上集说到王兆成功入宫成为医女 将军夫人提了一个刁钻的问题 只有王兆和好友淳于衍回答了出来 是龙眼 阴虚 则容易产生内热 龙眼 甘温大热 将军夫人用意味不明的眼光打量着他们 王兆和淳于衍多年后重逢 他们忍不住关心起对方的生活 淳于衍表示丈夫对自己很好 然而实际上她在家里遭受着丈夫的责打 女儿走出来心疼地抱住母亲安慰 母女俩忍不住相拥而弃 淳于衍再次入宫已经有了目标 她要想办法留在宫中担任女官 王兆表示这是医者本分不需要赏赐 淳于衍却直接表示自己需要钱 将军夫人直接赏了她黄金 王兆对于昔日好友的变化很惊讶 两人在一起沐浴时 王兆有些沉闷 淳于衍提出可以帮她回家看看孩子们 王兆感激之余发现她身上的伤痕 淳于衍却不愿提起自己受到的伤害 她能否利用自己的机缘改变命运呢 淳于衍成功得到了将军夫人的青睐 次日和王兆一起前往将军府整治 那我应当怎样调理呢 奴婢为夫人开一符贵汁汤 佐以热粥卧床休息 将军夫人听到这里对王兆很满意 淳于衍对将军夫人很是殷勤 她看着装修精美的府邸忍不住赞叹 相比较于淳于衍 王兆显得极其稳重恭顺 将军夫人特意留下淳于衍秘密商议 她三言两语就击溃了淳于衍的心理防线 淳于衍恳求将军夫人为丈夫升职 将军夫人提出让淳于衍帮她杀了皇后 原来将军府小姐貌美如花 将军夫人有意让她登上宝座母仪天下 淳于衍本不愿为此事冒险 却被将军夫人以子女的性命相威胁 丈夫得知她为自己谋得职位欣喜若狂 淳于衍很快制定好计划对皇后下手 很快机会来了 淳于衍趁机在汤药中做了手脚 王兆将汤药端给皇后扶下 却没想到她竟然突发意外 皇后决定要舍弃自己保住孩子 众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王兆却发现了一个秘密 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发展呢 上集说到可怜的皇后 许平君死于后宫争斗 这场无望之灾被淳于衍伪造成意外 皇后红视 普天之下 同发悲深 汉轩帝与皇后相识于威莫 听闻爱妻的噩耗后 雷霆慎怒 在霍光的苦苦哀求之下 她最终选择宽恕太医院和医女们 淳于衍除掉皇后大功告成 将军夫人赏赐了她无数奇争异宝 谢夫人 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淳于衍乘坐将军夫人的监狱回家 一路上可以说是风光无限 无数珍贵赏赐如同流水一般抬进家门 夫妻俩相拥在一起喜不自慎 不久后王兆来看望淳于衍 看着昔日好友家里翻天覆地的变化 阿衍 看来你的日子过得很惬意 两人寒暄后 王兆切入正题 阿衍 皇后 是你下毒毒死的吗 淳于衍借事情败露 立即失口否认 王兆步步紧逼 终于得到了真相 淳于衍看着她手里的物证 无话可说 是我夫人 比我家还皇后 她言辞恳切 请求王兆 谅解自己的爱女之心 淳于衍的小女儿 在门外看着这一切 最终王兆选择帮她隐瞒事实 淳于衍的阴谋会败露吗 这只黑猫 因为好奇 尝了皇后的药渣 不料尽 直接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公孙夫人发现异常连忙查看 臣近日发现 皇后薰事 另有隐情 去臣仔细检查 药中 参有父子 皇上文言震怒 当场决定彻查 淳于衍看到丈夫从家里被抓走 同样遭殃的还有所有太医院人员 幸好公孙夫人知晓王兆是无辜的 她亲自出面证明王兆的清白 我素来知道你的为人 绝对不可能暗中毒害皇后的 善良的王兆开始担忧起好友淳于衍 王兆获得自由后恍如隔世 又在城门外看到无比思念的女儿 可是你不在我身边 我一点都不高兴 王兆决定去通知好友淳于衍 可此举却将她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淳于衍误以为王兆出卖了她 她的女儿也将王振军视作仇人 淳于衍满心愤恨 只认王兆是她的同谋 公孙夫人得知王兆的命运后很感慨 她带来王兆的女儿 与她做最后的告别 两人在牢狱中默默垂泪 王兆的命运能够改变吗 上集说到王兆被好友污蔑 奔赴刑场之前与儿女做了最后的诀别 母亲 你何时回去 王兆嘱咐儿子好好照顾妹妹王振军 母子三人即将面临天人永隔的命运 皇上彻查此事后怒不可遏 他表示一切都是由于霍将军的包庇 朕如果不严惩他们 怎能对得起无辜被害的皇后 皇上慎怒之下将霍氏满门抄斩 王兆在刑场上对纯于言表明真心 他从来都没有出卖过好友 都是我害了你 刑场外围观的众人正比高呼 而王兆望向女儿王振军的目光中 充满了无限的柔情与慈爱 公孙夫人赶来保护他们不被民众伤害 王兆为了证明清白 不惜以死明智 十年后王振军出落成亭亭玉丽的姑娘 和一群花季少女入了永相做家人子 他们看着皇后的仪仗羡慕不已 姑娘们在花园里赏花铺蝶 这是皇后和夫人们的花儿 你们好大的胆子 总管的训斥让他们认清了身份 即使是一缕春风也不是属于他们的 王振军和好友在总管的安排下同住 身性单纯的逢原因床位的事情 使得富瑶对他产生了不满 他们日后会产生怎样的冲突呢 上集说到几位姑娘同住一室 富瑶听到王振军自我介绍后 他不由地回想起幼时的经历 故知认为王振军的母亲就是凶手 富瑶表示自己入宫就是为了当皇后 几位姑娘分别做了自我介绍 我叫王强 小明周军 王振军提出让大家早点休息 却没有注意到富瑶复杂的目光 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之中 他们很快适应了宫中的生活 日子就这样波澜不惊的过去 有人开始对繁重的粗活产生抱怨 王振军则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 富瑶将冯元的护身符拿去献给工人 期望能够使他们通融照顾一下 结果却被嚣张的工人好一通教训 冯元和王振军连忙冲出来解围 几人此时的心情都有些复杂 可恶之人比比皆是 这就是永相 几人直至深夜还在辛苦工作 王振军安慰富瑶激动的情绪 却还是没能拦住他撕毁了华府 王振军在危急关头冷静下来 他们决定齐心协力度过难关 王振军亲手将皇后的华府缝制完成 此事又将掀起怎样的风波呢 上集说到富瑶一气之下毁坏华府 姑娘们彻夜不眠修复完成 回房间后看到一只可爱的猴子 几人度过了短暂的休闲时光 真是好命啊 居然能从工人变成了良人啊 几人讨论着皇上新风赏的黄良人 纷纷羡慕着他一步登天的好命运 他们偷偷议论起张婕宇和他的关系 表示今天一定会有好戏看 黄良人满心欢喜准备沐浴 不料温泉内的水温越来越高 王振军几人连忙去太医院请太医 可最终黄良人还是不幸被烫伤 大家对于这个结果都心知肚明 可怜只有黄良人沦为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王振军回想起这件事有些不寒而栗 姑娘们终于感受到了深宫的可怕 他们深夜爬到管事公共的房顶 意外发现了嫔妃们齐聚在夜庭等候挑选 周美人成了最终的入选者 分明是暗处那位工人在带回指点 原来周美人是张婕宇的贴身婢女 他们猜测黄良人被烫伤 也是张婕宇的阴谋 上集说到王振军等人得知张婕宇的秘密 几人一起在屋顶对着星空许愿 王振军希望他们都能够有好运 傅瑶说以后他们无论谁能够一步登天 都不能忘记其余的四个人 少女们在星空下虔诚的笑容 成为每个人心中最难忘的回忆 他们在闲暇时来到花园放风筝 却没想到沉迷玩乐时 风筝断了线 工人着急地让他们去把风筝捡回来 此时卓公公正在陪同张婕宇参观 向他恭顺汇报明天花卉的进展 此时代表不祥的无功风筝飞了进来 王振军正准备悄悄把风筝带回去 不料被卓公公抓了个阵招 他严厉训斥王振军不懂规矩 不料他一番说辞瞬间扭转了局面 张婕宇很欣赏王振军随机应变的能力 提出自己先把他带走 并且让卓公公好好教导新来的家人子 王振军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上集说到王振军被张婕宇带回宫中 其余几个姑娘还在交集等待他 却不料被卓公公抓住直接罚贵 王振军被带到张婕宇宫内 他跪在地上内心忐忑不安 张婕宇却很欣赏他梳的发迹 还会梳别的发迹吗 会 王振军就这样被留在了张婕宇身边 傅瑶几人深夜仍然在罚贵 他们都在默默担心王振军的安危 此时他们收到了明天去上林院当差的消息 这也意味他们能够见到皇上 这个消息让他们兴奋讨论起来 张婕宇为上林院游园精心准备 要求王振军为自己梳一个发迹 脸面是女子的珠宝 头发是丝绢 如何用丝绢系好珠宝 那就是见人见智之事 张婕宇见状便决定任由王振军设计 他精心为张婕宇梳好发迹 见张婕宇因白发恼怒 王振军当即表示 自己有根治白发的秘方 用手污掺帘翘绚身土丝子肩服 血旺了头发自然乌黑亮丽 张婕宇命令侍女记下药方 又解释了自己设计扁平发肌的缘由 夫人身材修长 双颊俊绣 一番赞美使得张婕宇心花怒放 王振军的命运是否会因此改变呢 上集说到王振军为张婕宇设计发肌 他不仅梳发肌的手艺精湛 还见多识广进退有度 成功博得了张婕宇的欢心 富瑶等人在上林远远远观望 都期望能够近距离服侍皇上 可是却被总管告知 他们根本没机会见到贵人 姑娘们不由得有些黯然神伤 他们想要努力获得皇上的注意 可是却遭到了总管的严厉训斥 王振军安然无恙回到家人子的住所 却发现房间内空无一人 姑娘们兴致勃勃讨论起皇上的背影 他们在花团紧簇的花园内尽情玩闹 却听到隐隐传来的消声 原来是宫中的乐师正在演奏 富瑶不知不觉已经听入了谜 姑娘们看着她英俊的容貌春心荡漾 富瑶等人回到房间看到熟睡的王振军 不由得好奇问起她手中的白发 几人对王振军的话信以为真 结果却发现被她戏弄了 王振军会说出实情吗 这个宫女只是帮妃子梳了个发肌 却意外得到贵人的赏识 听闻王振军没有被张婕于惩罚 姑娘们都感到很惊讶 纷纷感叹她实在是太幸运了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说起了皇上的事情 张婕于因为王振军梳的发肌大放异彩 张婕于尝了甜头内心喜悦 决定让王振军每天都来为她梳发肌 在别的姑娘在辛苦织布的时候 她每天为张婕于精心设计发肌 成为了五个人中最早获得好运的人 看来张婕于是皇上宠爱的嫔妃了 振军啊 我还是很羡慕你啊 他们纷纷感叹起王振军的好运 可以接触皇上身边的红人 此时几人却误打误撞闯进了一处荒店 你们当中有一个会成为皇后 这个神秘的预言在他们心里埋下了种子 傅瑶在梦中梦到王振军成了皇后 王振军进宪的药方功效很好 张婕于看着镜子里乌黑的秀发很满意 他们闲暇时获得了逛集市的机会 一个戴着面具的男子被众人簇拥着 冯元一眼就认出他是宫里的乐师 神秘的乐师身上有什么故事呢 英俊的男子在皇宫中肆无忌惮 王振军看到他向自己走来连忙躲避 谁知他竟对王振军穷追不舍 王振军对他还是不理不睬 乐师名叫萧玉 此时他已经对王振军有了兴趣 傅瑶趁着游玩的机会见到了哥哥 他对妹妹傅瑶很疼爱 我们虽然不能荣华富贵但是也能过得去啊 傅瑶表示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才进攻 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他的目的就是为亲生父母报仇 自己一定会努力成为皇后 几人回房后讨论起七夕的事情 王振军有机会进攻做七夕香囊 袁二议论起冯元开始讨王振军欢心 傅瑶听到这里开始有了危机感 他也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和王振军一起进攻 我一直觉得咱们俩是最好的朋友 你是不是也这么想啊 冯元要求他带自己进攻做香囊 傅瑶躲在暗处偷听他们的谈话 冯瑶因他的打断感到很不满 你干什么来了呀 傅瑶理直气壮表示自己只是来打水 又拉着王振军说起了悄悄话 冯元听到这里气呼呼地离开了 上集说到傅瑶为了见到皇上 特意在王振军面前展示自己的秀宫 王振军对他的精湛技艺赞不绝口 傅瑶顺势提出想和他一起进攻 元二也带了很多孔雀痘回来 表示可以帮王振军做红豆香囊 他的一番行为打动了王振军 最终获得了跟随他进攻的机会 傅瑶内心的不满更深了 王振军和元二顺利缝制完成香囊 来到殿中敬献给张婕瑶 张婕瑶听闻此番言论很是新奇 他对两人的表现很满意 姑娘们对他们二人收到的赏赐很羡慕 元二绘声绘色描述当时的场景 话音未落张婕瑶就命人来传唤他们过去 傅瑶和冯元对于这种局面很不甘愿 人的嫉妒心真是太可怕了 傅瑶为了取代元二获得进攻的机会 故意透露出获得好运的灵验方法 那就是在七夕前的夜晚放盒灯 元二听说此事内心有了想法 你要为我保守秘密 嗯 好 可是只有宫中的贵人才能够在那时放盒灯 他们如果擅自放盒灯会受到惩罚 元二连忙将此事告诉了王正军 你呢 写上你的名字和愿望 我们再露前五刻去民区放盒灯 这样子和神就能收到我们的愿望了 让我们心想事成了 王正军的愿望是和家平安 元二则是希望自己能够早点飞黄腾达 两人在晚上偷偷放下盒灯 却不料被傅瑶守候在一旁换了愿望 王正军的愿望被换成了成为皇后 两人正在准备香囊的事情 傅瑶偷偷在香囊中动了手脚 王正军此时已经将香囊呈给张结瑜 他的脸上由于花粉的缘故起了红疹 张结瑜不顾王正军和元二的苦苦哀求 下令将他们关在暴室里受罚 可怜的王正军和元二蒙受了不白之冤 上集说到王正军和元二被诬陷入狱 元二悲伤至己表示自己难逃此劫 原来他姑姑曾经是皇上宠爱的李美人 张结瑜和李美人明争暗斗了多年 得知李美人身怀龙衣后 张结瑜想方设法想要暗害他 最终一代美人香消玉云 王正军很同情李美人的遭遇 元二表示自己并不是为了姑姑报仇 张结瑜得知王正军在明娶许愿 他将这一切都联系了起来 认定花粉事件是王正军的阴谋 焦长乐宫让皇后殿下发怒 卓公公则认为王正军没有这么蠢 皇后省理此事后应该会还他清白 张结瑜慎怒之下要严惩王正军 傅瑶和冯元来到报室探望昔日好友 他假惺惺恳恳求郭公公让他们进去探望 实话告诉你们 他们俩私放河灯其中必有内情 傅瑶面对冯元的质疑表示自己毫不知情 张结瑜来到报室中审问王正军和元二 让他们说出幕后主使 上集说到王正军被张结瑜亲自审问 他承认了私放河灯的罪过 却并不承认自己写了想要成为皇后 如此莽威就不怕天诛地灭吗 张结瑜却不愿相信他的说辞 王正军又一次遭受了边刑 元二表示自己对一切都不知情 也同样遭受了惩罚 卓公公看到两个家人子昏了过去 张结瑜却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本夫人料他们两个是不要命了 他认为幕后必定有人主使 命令卓公公以他们畏罪自杀的名义宣扬出去 元二在危急关头供出来傅瑶 一切都是因为他故意透露 傅瑶被抓到报室审问 他极力解释妄图洗脱罪名 李元二为何要断章起义啊 明明是两个人过去放河灯 有两只 怎么就只有一只了 傅瑶被问到哑口无言 卓公公指出这一切背后都是阴谋 傅瑶坚持表示自己是冤枉的 并且将李元二私藏郁卓的事情揭发了 卓公公看到李美人留下的郁卓震惊不已 张结瑜得知李元二的身份 他表示李元二很可能是为了报仇进攻的 上集说到李元二的真实身份被发现 张结瑜形势很辣不留后患 决心要将王振军和李元二斩草除根 王振军和李元二遭受了惩罚 他们彼此支持着活下去 苦苦哀求对方撑住 李元二在卓公公面前承认了一切 他只求能够用自己的命救下王振军 王振军坚定表示袁二是无罪的 没做过的事情绝对不能承认 袁二听到这里悲愤的冲了出去 随后他毫不犹豫纵身一跃 王振军看着他悲惨的结局忍不住落泪 张结瑜不满足于王振军还活着 卓公公表示王振军性格刚烈 张结瑜命令他今晚把事情处理好 王振军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却依旧坚称自己和袁二都是无辜的 我没有做过伤害张结瑜 冒犯皇后的事情绝对没有 一个人的意志力究竟有多强 王振军为了尊严宁死不愿认罪 千军一发之际公孙夫人赶到 他拿出皇后的令牌表示要彻查此事 卓公公解释对犯人动刑的原因 奴才也是迫不得已才动用此刑 公孙夫人提出想要听王振军的辩解 王振军表示自己绝对没有暗害任何人 可是他和李元二却被施以酷刑 公孙夫人决定立即禀明皇后 卓公公将此事汇报给张结瑜 果然引起了他的雷霆震怒 张结瑜势必要除掉王振军这个眼中钉 然而皇后已经插手此事 卓公公担心会因此激怒永相之主 照你这么说 违抗我的旨意倒是为我着想了 卓公公同样不敢得罪张结瑜 连忙在他面前表忠心 张结瑜命令卓公公折磨王振军 公孙夫人传达皇后的旨意 让王振军在报事服役好好反省 振军谨记夫人的教诲 他又问起好姐妹元二的后事 皇后格外开恩 让他家人带回家乡安葬 可怜的宫女元二被污蔑自尽 他的好姐妹冯元因他的离世痛哭流涕 这件事情我们根本插不上嘴 再说你也看清楚了 皇宫本来就是一个无情的地方 始作俑者傅瑶却议论起元二的死因 这件事情 恐怕只有和元二关在一起的郑军 能明白 王昭军当即为王振军的人品辩护 冯元因傅瑶的话起了疑心 他赶到报事要向王振军问个究竟 傅瑶一脸诚恳向王振军道歉 后悔没有告诉他们私放河登 违反公规 冯元询问王振军为什么元二要自尽 王振军则说很多事不知道真相更好 冯元斥责他害了元二的性命 傅瑶在一边添油加醋 说他见死不救 冯元认定了王振军是个虚伪的人 王振军遭受好友的误解却不愿辩解 依旧重复着每日艰辛劳作的生活 酌公供奉章节鱼之命来刁难王振军 让他缺一小时受尽苛责 可怜的王振军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 在皇宫中的女孩没有背景太悲惨了 王振军被污蔑后难以洗脱罪名 当别人都在吃饭的时候 他只能在毒辣的太阳下辛苦劳作 得不到任何尊严和怜悯 反重的劳作让他的身体被奴役 虽然不知眼前的黑暗 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王振军始终没有失去生的希望 又是一个暴雨天气 王振军被责令上屋顶修补漏洞 首位的刁难让他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他背着工具艰难地爬上屋顶 冒着暴雨的劳作格外艰难 有丝毫的石神就要划下屋顶 王振军终于历劫晕倒 傅瑶因为做了亏心事恶梦缠身 深夜偷偷为袁儿祈祷 祈求他不要缠着自己 冯元躲在暗处看到这一切心生疑虑 王振军在暴雨夜晚阴倒在房顶 傅瑶为了接近张劫鱼 讨好他身边的大宫女琼二 好不好吃啊 好吃 你喜欢吃就好 太好吃了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饼呢 原来傅瑶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是为了利用琼二提升自己的地位 小宫女傅瑶为了攀附皇上身边的宠妃 想方设法巴结他的贴身宫女琼二 结果他压根没把傅瑶放在眼里 傅瑶满脸恨意地咒骂着琼二 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会伺候人了 连个头都输不好了 拿来我自己来 张劫瑜问起王振军在暴事里的情况 得知他的下场将会十分悲惨 琼二顺势引荐起心思灵巧的傅瑶 他才得以参加后宫中夫人们的茶会 傅瑶故意在张劫瑜面前表明忠心 张劫瑜顺势让傅瑶表演助兴 看着面前摇曳生姿的美人 张劫瑜明显流露出不满 故意用扔在地上的糕点试探傅瑶 他不仅忍辱负重含笑吃下糕点 还为张劫瑜献上计策治疗花粉病 此举果然成功让傅瑶进入伊兰殿侍奉 王振军领雨后一病不起 他觉得人活在这个世上太艰难了 无尽的黑暗中他想要放弃生的希望 上集说到王振军想要结束遭受的痛苦 此时耳边传来悠扬的消声 王振军又想起远二生前的嘱托 伴随着清和宁静的旋律 他又一次咬紧牙关决定努力活着 傅瑶经过时被萧玉叫住 与其在远处沉默的倾听 不如过来跟我一同欣赏这山间的沉寂 你的萧生他比这沉雾更朦胧 萧玉对生死的态度很豁达 傅瑶心中不由的有了想法 张劫瑜看着恢复如初的容貌很开心 傅瑶又一次前来敬献补品 夫人喜欢是奴婢的福分 有句话叫做倾国倾城 大概形容的就是你这样的丫头吧 傅瑶一番羡媚引得张劫瑜心花怒放 可是张劫瑜也看出了他的野心 傅瑶表示自己出身寒威 只想平安度日 张劫瑜对他的忠心很满意 冯元来到报市给管事公共送礼 他想要再见王振军一面 却得知王振军即将命不久矣的消息 尘归尘土归土 这就是命啊 冯瑶苦苦哀求公共救救王振军 他此时已经知道了王振军是清白的 可是却根本得不到公共的怜悯 一个人渴望生存的意志实在是太强了 王振军高烧三日水米未尽 却在暴雨天靠着喝雨水支撑着活下去 首位议论着他即将迎来的命运 冯元因为王振军的命运而悲伤 萧玉从他口中得知王振军的悲惨遭遇 冯元恳求萧玉能够利用他的地位解救王振军 你他人有大量 我求你救救振军吧 这个时候只有你 只有你 能救得了振军 萧玉表示自己对王振军确实很感兴趣 冯元听说后很是开心 傅瑶得到赏赐送给宫外的亲朋好友 他对哥哥的好言相劝不以为意 固执认为后宫之中只有姐妹争斗 傅瑶的哥哥深夜来到他的房间里 回想起两人幼时的快乐时光 傅瑶又一次做了噩梦 他紧紧拥抱住哥哥 哭诉内心的恐惧 你以为我愿意那样 扶手替儿地伺候别人吗 那种日子 我早就不想过了 守人奴役 任人百步 哥哥听到疼爱的妹妹这么说 很是心疼 他决定支持妹妹的所有决定 肖瑶深夜来到报时看望王振军 上集说到肖瑶来看望重病中的王振军 陪在他身边为他安静吹消 并给困境中王振军带来了救命的水 肖瑶劝他好好为自己活着 身心冷漠的他第一次向别人伸出援手 久病的王振军得到了肖瑶赠予的药 生存的意志让他成功挺过了难关 肖瑶一直在报时耐心陪伴王振军 他表示王振军是他见过最勇敢的女子 王振军贪恋他温暖的怀抱 肖瑶将心爱的肖送给他做信物 冯元给王振军带来了食物和水 原来是公孙夫人让他来帮助王振军 冯元因为当时误会王振军的事向他道歉 他怀疑富瑶对元儿内心有愧 王振军劝他不要太义气用事 善良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 王振军奄奄一息时得到贵人相救 他不久后就被放了出来 王振军面对卓公公的警告很恭敬 姐妹们看到王振军平安归来很开心 只有傅瑶的心理有些复杂 王振军经过这件事和其他两个姐妹更加一条心了 傅瑶和他们之间的隔阂更深了 王振军被派到永巷做宫女 偶然遇到英俊年轻的太子殿下 无微不至照顾着司马良帝 少女的心被他的温柔悄悄打动了 我只希望年年能与殿下一起共度生辰 那本王就与你许下一个百年之约 司马良帝生成当日收到一个死去的老鼠 而他的生成也正是对应着消暑 他看到这份居心叵测的礼物瞬间急火攻心 司马良帝因此事一病不起 最终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太子对他的爱既是恩赐又是劫难 他的心永远不会只属于一个女人 司马良帝的离去让后宫人人自危 免不了又要生出许多争斗 身穿华贵衣服的贵夫人被王振军救下 可谁料这只是一个误会 夫人只是为了寻找掉落井中的鞋子 王振军见状连忙帮他捞起鞋子 又细心服侍他穿上鞋子按摩脚踝 行了不用揉了 背我回去吧 是 王振军表示自己并不知道面前人的身份 贵夫人又听闻他年少丧母 很是心疼 对王振军也不由得多了几分好感 后宫众人此时都有着同样的想法 张婕渝也打算趁着司马良帝病逝的时机 在太子身边安插自己的心腹 萧玉陪伴在满心忧伤的太子身侧 用萧声疏解他内心的悲苦 太子很欣赏萧玉音律方面的才华 殿下不要太过赶上了吧 说忘记就能忘记嘛 富瑶和三姐妹之间的关系更加冷漠 王振军想要解开他的心结 然而富瑶竟然没有任何愧疚 几人只好聚在一起劝慰他 王振军夜晚想起萧玉开始堵物私人 白天的时候他特意来寻找萧玉归还他的萧 结果却被萧玉的古琴声深深迷住了 王振军想要离开的时候被萧玉叫住 心高气傲的宫女遇到英俊潇洒的乐师萧玉 原本对萧玉不屑一顾的王振军 如今温声细语 只因为在他最悲惨的时刻 是萧玉向他伸出了援手 萧玉却慷慨表示送给他就不会收回的 两人一番交流更加了解彼此了 萧玉以玩笑的口吻提出要王振军以身相许 王振军却不动声色拒绝了他 萧玉明白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于是提出带王振军去明渠放风筝 不出意料他又巧妙拒绝了 萧玉被他的端庄和机制打动 公孙夫人传令让姑娘们好好打扮 宫廷画师将会为他们作画 呈给太子挑选 这是每一个人展现自己美丽和才艺的机会 也可能是你们毕生唯一的机会 姑娘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心思和打算 张婕宇告知卓公公可以参与选妃的事情 奴才一切听从夫人的差遣 眼下后宫八驱都在摩拳擦掌 为了争夺太子妃之位 张婕宇打探起皇后的动向 卓公公表示没人能猜透皇后的心思 张婕宇本打算举荐自己的娘家人 可惜目前还没有合适的姑娘 但是她对太子妃的位置志在必得 宫女们一脸艳羡看着华贵的太子妃礼服 只有王昭君对太子妃之位毫不在意 王正军在洗衣服的时候遇见笑语 他殷勤的态度让王正军很不适应 王正军面对他的甜言蜜语不为所动 他担心被别人看到了会招惹麻烦 我只是一个卑微的家人子啊 还有十筐衣服在等着我伺候呢 萧玉却依旧不依不饶 要求他黄昏时分和自己在明渠桥赴约 即使天崩地裂海枯实烂 此即尾声之约 告辞 王正军对他的纠缠很无奈 到了夜晚天空雷声大作 他想起萧玉和他的约定心事重重 王正军问起王昭君什么是尾声之约 他被尾声的痴情深深打动了 此时门外传来明渠出世的消息 王正军连忙冒着大雨冲出去查看情况 看清眼前人并非萧玉的那一刻才放下心来 萧玉看着王正军的模样也忍不住心动 不由地被他的可爱率真打动 王正军表示自己没有那个福分 他心里也不由地对萧玉产生了好感 但是身份的悬殊让他不能越轨 萧玉直接点明了王正军喜欢他的事实 姑娘们聚在一起讨论这太子的容貌 冯元说起萧玉时极力赞美他英俊 傅瑶表示他只要有权是地位的男人 于是他来到张婕玉殿内毛髓自荐 自己愿意帮助太子治愈情商走出伤痛 你还是真有自信呀 我就夸了你几句 你就真以为自己有本事能迷住太子吗 奴婢不敢 奴婢只想为夫人您分忧 张婕玉听到这里来了兴趣 傅瑶向张婕玉极力展现了他的忠心 可是却招致了张婕玉的斥责 王正军在打扫时不小心冲撞了公孙夫人 本以为会受到严厉的责罚 没想到公孙夫人竟然询问他太子妃的事情 王正军诚恳表示自己没有能力抚慰太子 身为太子 在享受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同时 也必须担负起与之相称的责任 这就是他的人生 公孙夫人希望王正军能够成为太子的知己 帮助他成为英明果断的决策者 冯元为了太子妃之位来找卓公公送礼 没想到卓公公根本看不上他的礼物 冯元又带着礼物找到画师毛颜兽 我想求你能不能把我画得倾国倾城 毛颜兽敷衍的表示自己一定尽力帮他 毛颜兽 你太欺负人了你 在宫廷里做画师能有多吃香 就连最低微的宫女都要给他送礼 冯元把自己最爱的糕点送给他 只为了能够被画得漂亮一点 王昭君指出画师一定是为了糊弄他 两人折返回去看到毛颜兽的画作 冯元不由地勃然大怒 原来画师收到贵重的礼物数不胜数 王昭君毫不留情烧毁了毛颜兽的画作 殊不知这一刻他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王振君回到房间看到冯元正在大发脾气 得知他给画师和卓公公送礼被拒 王振君劝告无果只好随他去了 冯元果然来找公孙夫人求情 结果竟然因为破坏规矩被责罚 富瑶依旧守候在张婕于必经之路上 他最终决定推荐富瑶做太子妃的人选 虽然他出身贫贱 但是人才出众 善于歌舞 又精通音律 这正是太子的爱好 而皇后推荐的竟然是王振君和冯元 卓公公不由得有些担忧 冯元得知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 富瑶对两人也有机会入选很不满 王昭君却依旧安静看书 不胜在意 姐妹中最貌美的王昭君竟然落选了 大家都很为他感到惋惜 王振君在选拔前夕紧锦罗密鼓的感制绣品 冯元赞美他的绣功巧夺天功 富瑶得知王振君是在为太子绣整金 他的嫉妒简直要溢出屏幕了 冯元担心自己吃成胖子不被太子喜欢 富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到绣房 他渴望能够得到太子妃的权势地位 幻想着能够有朝一日陪伴在太子身边 与他携手走上权势顶峰 王振君和冯元靠在一起欣赏月色 两个女孩享受着难得的安静时光 冯元不愿与姐妹争斗反目成仇 次日一早 王振君早早起床梳洗打扮 然而富瑶却偷走了王振君的礼物 姑娘们聚在一起讨论待会儿的选秀 王振君却发现精心准备的极品丢失了 卓公公故意趁他找极品的时候提前出发 冯元还在担心王振君赶不上大选 萧玉见到他在大雨中奔波赶路 细心帮王振君撑伞 防止他淋雨生病 男人眼睁睁看着喜欢的女孩前去选飞 王振君对萧玉的言语讥讽很不满意 却没想到萧玉为了帮助他参加竞选 不仅帮王振君找好了干净的衣物 还为他找好马车和精美的极品 为了不动施王振君的鞋袜 贴心将他抱上马车 公孙夫人问起王振君的行踪 卓公公却开始推卸责任 太子妃大选已经开始 而王振君却还没赶到竞选的地方 公孙夫人终于看到王振君的踪影 连忙带领他进入大殿 皇后殿下太子殿下驾到 宫女们依次向皇后和太子行礼 王振君也认出了高座之上的皇后 就是他曾经帮助过的贵夫人 先将你们各自的礼物 呈给太子殿下吧 太子看到王振君的书子 瞬间提起了兴趣 细细端详后 不由地换出了招兰二字 太子询问他为什么穿着司马良帝的衣服 王振君想起肖裕的嘱咐 连忙回答 自己是因为躲雨 误入了一处偏殿 才意外发现了这套衣服和这把梳子 太子表示 这是他和司马良帝成婚时的饰品 治疗伤口唯一的办法就是时间 皇后对王振君的表现很满意 这也深深打动了太子的心 你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吗 上集说到王振君被好姐妹陷害 没赶上马车 结果竟然因获得福 获得了太子的垂青 王振君成功入选 当上了太子妃 傅瑶听闻这个消息简直又惊又怒 单纯的逢源 由补忠地为王振君开心 默默充敬着随之而来的快乐和幸福 我就这样怀着幻想和期许的心情 踏上了另一段叵测的真诚 王昭君打探起今天的情况 得知最终的入选者是王振君 他们都由衷为他感到开心 只有傅瑶愤愤不平控诉王振君的好运 王振君终于苦尽甘来当上了太子妃 皇后一脸慈爱看着端庄美丽的王振君 她表示自己和王振君第一次见面就很有缘 王振君从今以后要学习宫廷礼仪 皇后怜惜她自幼丧母 将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疼爱 王振君想要为好友李源儿洗刷冤屈 皇后对她的遭遇很是同情 可是她却没有能力 在没有证据的时候 胡乱处置皇上最喜欢的张婕瑜 皇后教会王振君在后宫生存的道理 那就是用忍耐来麻痹敌人 其实这里包含着艰辛 只有你经历过之后才能明白 身份低微的小宫女 终于登上了太子妃的宝座 皇后悉心教导王振君后宫生存之道 永相其实是一个女人的战场 傅瑶因在大选中失利 错失太子妃之位 结果被张婕瑜冷嘲热讽 如今跪在我面前的 还是那个狂妄大胆的奴婢吗 傅瑶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王振君 张婕瑜对她简直极尽鄙视 傅瑶仍旧祈求张婕瑜帮忙接近太子 不服输 好 我喜欢 看在你聪明伶俐的份上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皇后在王振君和太子大婚时出席 萧玉带领着宫廷乐师们奏乐 皇后对王振君的端庄很满意 唯独太子显得有些寂寥 同样伤心的还有乐师萧玉 他将满腔的哀伤化作了萧生 太子在喜宴上喝得醉醺醺 勿将王振君看作了心心念念的司马良帝 听到太子口中念出昭兰的名字 王振君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新婚之夜被丈夫当作别的女人 痛苦的开端也预示了两人今后的路 注定不会平坦 王振君满脸忧伤地抚摸着大红的婚服 最终将她收在了厚重的箱子中 王振君的太子妃生活会如何呢 请持续关注历解说句哦 你知道太子妃一天要经历多少复杂的程序吗 为了能使夫人早日适应太子宫的生活 我奉命前来指导太子妃 请你以后多加包涵 王振君对服侍她的尹宫人温和行礼 可是她却对尹夫人挑选的衣服不太满意 太子妃的衣着必须高贵雅致 这是象征身份和地 尹夫人提醒她不要再留恋从前的生活 王振君用勤俭的道理来反驳她 尹夫人和她的首次交锋 就这样败下阵来 傅瑶在送餐途中遇到王振君 姐妹之间见面后热情地寒暄起来 尹夫人冲出来教训傅瑶不识礼数 这妃不应该再和奴婢往来 他们只配伺候你 傅瑶听着尹夫人的斥责内心不满 王振君再一次正面反抗她的言行 可是尹夫人对王振君的行为很不屑 王振君为了傅瑶不被责罚 只好前去给皇后请安 傅瑶被责骂后心情悲伤 冒雨跑到花园内痛哭流涕 如果你在悲伤淋雨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个英俊温柔的人过来安慰 你会很感动吗 傅瑶在万念俱灰的时候遇到消遇 孤单的心就这样得到了抚慰 在关键时刻傅瑶及时冷静下来 她坚定了要接近太子的想法 傅瑶失魂落魄回到家里 看到冯元因心情不佳 暴饮暴食 吃吧吃吧吃吧 这个大肥猪没人管你 你别再刺激他了 傅瑶讽刺他真是无可救药了 王振君新婚第一日前来拜见皇上和皇后 皇后毫不掩饰对他的喜爱和赞赏 难得的是他秉性始终如一 还是那么善良坚强 皇上提醒王振君要履行好太子妃的职责 尽心尽力辅佐好太子 让他能够安心料理朝政 王振君表示无论多么艰难都在所不辞 张婕瑶来到太后宫内请安 并且精心为他准备了华贵的绸缎 太后瞬间明白张婕瑶有求于他 原来张婕瑶此次前来是为了把傅瑶推荐到太后宫里伺候 姑不需要什么奴婢 找个人作伴 还不如这个猫儿子懂事呢 傅瑶极力表示自己一定会尽心尽力 太后终于同意让他留在宫里 小宫女傅瑶决定利用太后一步登天 可是太后年迈多病 因此情绪变得暴躁易怒 每天摔七八个碗才肯吃两三口 傅瑶得知后瞬间有了主意 她将药混在桂花玉露中作为甜品呈给太后 奴婢听说桂花玉露在夏天食用是最小数的 太后将信将疑尝了一口 结果竟然没有因此而震怒 傅瑶承认了她在桂花玉露里加了药 只是为了能够让太后身体康复 太后被她的聪明和用心打动了 从明天开始 继续给我做那个什么 桂花玉露吧 傅瑶就这样在太后宫中站稳脚跟 她无意中发现太后深夜梦游 于是悄悄地跟在了太后的身后 王正军作为太子妃每日勤勤恳恳 一丝不苟查看御膳房的工作 可是却听到工人们议论她并不受宠 这对夫妻只是在表面上做做文章罢了 诶 据说太子啊 只在新婚之夜宠幸过太子妃 堂堂太子妃竟然被一群宫女嘲笑 王正军和太子新婚之夜后再没见过面 她曾经卑微的宫女身份也饱受诟病 这显然成了宫中议论的源头 王正军假装若无其事出现在宫人面前 平静地看着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只想告诫你们 拨弄是非的人迟早也会被是非所拨弄 太子宫里面谁招惹是非自己吃苦 王正军恩威病失言语警告宫人之后又表达了宽恕 将宫人们吓得瑟瑟发抖 夜幕降临时太子来到宫中用膳 王正军早早将宫人们遣散 希望能够获得与太子独处的机会 可太子看起来总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王正军问起是不是菜品不合口味 王正军听着这些责怪的话 内心充满了委屈 太子表示是他高估了王正军 说吧便直接离开了 王正军请求太子原谅他的粗心 并让太子尝尝他精心准备的粥 太子犹豫了一下 还是留下品尝了 王正军终于用这碗粥打开了太子的心扉 你愿意嫁给一个不爱你的男人吗 王正军为了帮助太子走出伤痛 每日想尽办法研究膳食 让丈夫舒心 虽说太子对他依旧不冷不热 王正军却开始看到未来生活的希望 他的日子依旧平静无波澜 却在偶然散步时遇到了吹消的萧玉 今时不同往日 两人再次相见 已是时过境迁 原来是那个当初趴在泥巴里的丫头啊 我并没有觉得我自己有多大的改变 我还是我 萧玉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 问起王正军近期的生活状况 面对萧玉的讥讽 王正军只能极力维持体面 我不知道你对我来说 是福星还是灾星 但是拜你所赐我才能当上太子妃 萧玉玩世不恭的模样激怒了王正军 他照例来到皇后宫中请安 今天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皇后看出来王正军有心事 说了几句玩笑话逗他开心 从我认识你开始 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坚强的女子 眼泪可不属于你 王正军知道皇后这是在宽慰他 不要因为太子的冷遇而闷闷不乐 你见过关系这么融洽的婆媳吗 皇后知道太子妃受到太子的冷遇 一脸温柔地劝慰王正军不要太伤怀 我知道你心里的难处 不过你要给太子一些时间 才能让他看清楚你的好 皇后传授给王正军夫妻相处之道 王正军终于遇到一个能够理解自己的对象 他满眼热泪 期望皇后给自己指明方向 因为男人只会爱上需要自己保护的女人 所以在你丈夫面前 不需要表现你的坚强 聪慰的王正军瞬间领悟了皇后的意思 另一边妇瑶也有了自己的计划 她目睹了太后梦游时紧紧捧着这面铜镜 推测这是孝昭皇帝送给她的定情信物 于是趁着太后出游时 妇瑶偷偷拿出铜镜放在显眼的位置 太后看到之后果然怒不可遏 恨不得将妇瑶杀之而后快 可是听到她一番情真意切的言辞 太后也忍不住有些动容 如果您自己不打开自己心结的话 奴婢就算真的死了 也救不了您了 小宫女傅瑶挺而走险 解开了太后的心结 摇身一变成为太后身边炙手可热的红人 奴婢该死 把您给吵醒 太后对傅瑶倾诉内心的心事 她终于肯对别人敞开心扉 我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十年 献给了皇宫 献给了她 身宫中的女人要忍受漫长的寂寞 傅瑶健壮连忙安慰太后 她做出一副十分心疼太后的模样 成功获得这个可怜女人的信任 王正军开始清点库房财物 其中尹工人领取玉器的记录 引起了她的注意 王正军问起她那批玉器的去向 尹工人想要以事物繁忙为由 搪塞过去 尹夫人 我知道您是一个讲究规矩的人 那么您现在的所作所为 又是哪家的规矩呢 一番话将尹工人逼到 哑口无言的境地 王正军顺势提出 将她的职务撤掉 尹工人连忙跪下 请求王正军的谅解 为表忠心 拿出了司马良帝 给太子准备的食谱 上面清晰记录了 太子的饮食习惯和喜好 太子再次来宫中用膳食 看到王正军精心准备的菜肴 很是惊讶 随着一道道喜爱的菜肴 呈现在眼前 胃口好 自然心情就会好 太子对王正军的良苦用心很感动 对待他的态度也不由地温和了许多 妻子为了获得丈夫的欢心 辛辛苦苦准备了一桌的美味佳肴 可是他却因为心情不佳 一口都没吃 王正军看着太子愁眉不展的模样 忍不住关心起他究竟有什么烦恼 王正军不忍心看到丈夫如此悲伤 温身劝慰太子 不要太过悲伤 太子始终感念母亲的恩情 当年是皇后生产时 放弃自己的生命 这才使他能够有机会降临在人世间 王正军触景生情 想起了他的母亲 两个年又失去母亲的可怜人 紧紧拥抱在一起 王正军情真意切地表明了他对太子的情意 太子也在他面前表露了脆弱的内心 王正军顺势讲述了他对母亲的思念 以及对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向往 太子见他悲伤落泪的模样不由得有些心疼 这也是他第一次愿意对王正军敞开心扉 两人终于紧紧拥抱在一起 掌握一门才艺在皇宫中有多么重要 小宫女傅瑶就证明了这一点 他在常乐宫的御花园内独自抚情 恰巧遇到太子前来散心 太子对富瑶很感兴趣 得知他是太后玉丰的才人 眼中的赞赏之意简直无法掩饰 富瑶在美太子精通音律 顺势请求他为自己指点情绩 富瑶终于有机会和太子亲密接触 自然趁这个机会对他极尽羡媚 两人眉目传情之间天地万物都黯然失色 太子与萧玉在高阁之上谈心 言语之间不乏想让他从政为官的意愿 原来萧玉狂傲不羁的外表下 隐藏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 太子提起萧玉多年前病故的母亲 这也勾起了他的伤心事 而他也正是因为郁郁而终的母亲 才对父亲一直心怀怨恨 从没见过这么狠心的父亲 萧太夫只因为儿子沉迷英律 就认定萧玉不求上进 请止将亲生儿子流放到西域采药 萧玉得知此事后内心很愤怒 王振军在花园内遇到萧玉 提起他即将前往西域的事情 王振军解释了之前不欢而散时的气话 萧玉显得很不以为然 王振军一眼就看出他隐藏着真实的情绪 萧玉提醒他记得提防身旁的人 傅瑶来到萧玉的房内请教记忆 却被他提醒不要动歪心思 傅瑶面对萧玉的提醒显得不以为然 太子又一次来到太后宫中请安 太后显然看出他罪翁之意不再久 傅瑶果然又在花园内抚情等候太子 因为奴婢新学的一曲幽蓝 想请殿下品评 太子甚在傅瑶的天赋之高 沉醉在他优美的情深中难以自拔 想要得到一个男人的爱 仅仅凭借美丽的容貌是不够的 还要拥有他的赞赏和怜惜 其实奴婢的秘密啊全在这儿 傅瑶将伤痕累累的手展现给太子 这果然将太子感动到热泪盈眶 傅瑶故意在他面前表露出情真意切的模样 太子的心牢牢被他抓住了 甚至在陪王正军刺秀的时候都心不在焉 时刻都想着去太后宫里找傅瑶 王正军察觉他的异常想要一同前往 太子却以太后喜欢亲近为理由 推脱 太子只好同意了王正军的要求 太后见到王正军毫不客气 指出他做了许多有失本分的事情 王正军解释他只是以皇后为表率 太后疑心王正军暗示他平日太过奢华 王正军连忙出言解释 就是日日夜夜伺候太后的饮食起居 也是为人子孙的义务 王正军发现太子不见了 于是向宫女问起他的行踪 此时太子又在和傅瑶一起谈心 得知他童年的悲惨遭遇 不由的心疼 傅瑶在太子面前表露内心的柔弱 这深深打动了太子的心 王正军来花园寻找太子时 恰巧撞见他和傅瑶紧紧拥抱在一起 两人均是惊慌不已 王正军面色平静离开了后花园 傅瑶服侍他们用膳食和太子眉目传情 太后一眼就看出两人之间的不寻常 王正军和傅瑶同时给太子夹菜 使得场面瞬间变得尴尬起来 太后言语间禁视对傅瑶的袒护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 大概有一个月吧 我跟他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太子担心王正军会责怪他 王正军却表示自己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只要是殿下的心愿 正军一定会努力的 太子不由的欣喜若狂 太后和傅瑶也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 他指出傅瑶一开始就是利用他接近太子 而太后并没有怪他 反而还要成全傅瑶和太子 傅瑶就这样如愿以偿做了良地 王正军表示自己愿意为他每日谱取 王正军终于卸下了伪装的面具 萧瑶离开后他忍不住摔了骨琴 精心准备的膳食变成了无用之物 王正军强撑着内心悲伤拒绝了 他独自一人寂寞饮酒 萧瑶后悔当初不该把他送到太子身边 看着王正军醉酒后默默垂泪 萧瑶贴心为他披上衣服后离开了 王正军心中充满了迷茫 他为母亲送上长明灯 祈求能够得到指引 王正军还是坚定了忠于太子的信念 傅瑶看到秦璞上的泪痕很满意 他以为萧瑶已经对王正军胜券在握 萧瑶假意与傅瑶周旋 实则在掩盖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傅瑶便对萧瑶的大胆举动并未阻止 还在他作画时悄悄为他送来点心 竟然发现了萧瑶在为王正军画像 他解释自己画的是自己的母亲 太子妃若有这般姿色的话 太子也不至于频频来我的寝宫不肯走了 几日后又是盛大的典礼大挪 皇上在观礼台欣赏台下的表演 所有的工人和王公贵族都戴上了面具 萧瑶趁机带着王正军来到一处片店 为什么不做真正的王正军 为什么要承受这个冰冷的永相一辈子的桎 两人伴着奸佳的吟唱翩翩起舞 太子也带着富瑶一同玩乐 萧瑶想要带着王正军和他一起趁乱逃跑 却没想到被拥挤的人群冲散 萧瑶满心寂寥时捡到王正军遗失的发簪 这一刻他知道自己真的动情了 萧瑶在富瑶面前承认自己输了 我原本以为你应该是一个风流成性的浪子 应该是一个不拘一格的真男人 夫人错爱了 富瑶显然对这个结果有些不可置信 萧瑶对他的暴怒早有预料 他坚持不肯对富瑶妥协 做出伤害王正军的事情 富瑶见他吃软不吃硬 只好柔身劝慰 却不料萧瑶直接拂袖离去 富瑶恼羞成怒 让他杀了王正军 夫人的心果然是黑的 蛇蟹般黑 萧瑶宁愿为了王正军自断一臂 富瑶在关键时刻拦住了他 他的计划彻底宣布失败了 冯元告诉王正军一个惊人的消息 萧瑶已经辞官决定前往西域了 王正军显然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让所有工人退下后 王正军拿出萧瑶当年赠送他的萧 回忆起当年和他发生的点点滴滴 王正军不由的黯然神伤 太子依旧每日和富瑶一起浓情蜜意 此时工人来报太子妃有孕的喜讯 太子听说后不由的欣喜若狂 正军怀的是你的第一个孩子 你看看你就快要做父亲了 太子被这一喜讯冲昏了头脑 表示自己以后不会再冷落王正军了 王正军看着太子对他嘘寒问暖的模样 终于有了守得云开剑月鸣的感觉 富瑶看着这一幕内心充满愤恨 太子日日陪伴在王正军身边 丈夫的陪伴让他感受到无尽的幸福 时间很快来到六个月后 王正军周身散发着母性的光归 冯元整日陪伴在他身边逗他开心 富瑶内心的嫉妒简直掩饰不住了 他给王正军送了一尊玉像 实际上富瑶心里早有谋划 张婕渝约见了成为良帝的富瑶 言语间竟是对他忘恩负义的责怪 张婕渝面色平静地警告了富瑶 让他不得不公身向张婕渝道歉 张婕渝将皇上举办宴会的事情告诉他 暗示富瑶可以趁此机会做手脚 时间很快来到了冷泉院宴会 王正军作为太子妃怀有身孕 自然是众心捧月的地位 自从郑军怀孕的消息传来 朕才想明白原来缺少的是孩子 皇上有意让王正军的孩子继承大统 张婕渝言语间暗示 王正军不一定能生下皇子 难道你不希望郑军生的是一个男孩吗 说这种扫兴的话 太子表示无论是男是女 他都会一样疼爱 王正军听到这里不由的有些落寞 他独自一人出门散心 却没想到王正军的鞋子被工人提前动了手脚 富瑶故意诱导他走下楼梯 此时意外发生了 王正军不慎扭到脚从楼梯跌落 公孙夫人一脸担忧地陪在他身边 太医诊断过 孩子平安无事 王正军听到这里终于放下心来 公孙夫人提醒他后宫之中 本就危机重重 王正军终于有所觉悟 决心反击 宫女打扫时不慎将富瑶送的玉像打破 公孙夫人震惊发现里面隐藏着一个人偶 在王正军晚上服用汤药时告知此事 得知玉像是逢源送来的 可他看起来虽然鲁莽 心地应该不坏呀 王正军想起富瑶那天也一起过来 公孙夫人为了不让王正军过于忧心 并没有将此事的真相告诉他 而是自己召集了富瑶的亲人调查 公孙夫人送上巨额黄金 只要我们能做到的一定尽力而为 公孙夫人此次前来是为了调查富瑶 得知她的母亲曾参与过毒杀皇后的案件 王正军得知她去了富瑶的家里 公孙夫人向她讲起了一段往事 王正军听到此事神色大变 也认出了公孙夫人就是当时保护她的人 两人忍不住相拥而起 公孙夫人自责当时自己的无能为力 王正军则很欣慰 世间还有人知道母亲的无辜 公孙夫人告诉她富瑶是仇人的女儿 富家人已经坦白了她的身世 并且将预像中的人偶展示给王正军 王正军终于肯相信眼前的事实 尹公人为了讨好富瑶 将公孙夫人调查她的事情一五一十告知 我保证 你会得到比公孙夫人更显赫的荣誉和地位 多谢夫人慷慨大动 王正军和公孙夫人在花园内散步时 看到富瑶身边的一众亲信 竟然都是曾害过自己的人 王正军告诉她当年的真相 可富瑶心中的恨哪里能平息 冯元对两人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王正军深夜回想起富瑶的话 不由地向公孙夫人倾诉内心的苦闷 王正军想要将此事告诉皇后和太子 公孙夫人劝她暂时不要轻举妄动 富瑶对王正军的恨意如烈火般熊熊燃烧 此时她也得到了怀有身孕的好消息 富瑶得知这个消息简直欣喜若狂 太子第一时间就赶到富瑶宫中探望 她又使出惯用的手段撒娇耍吃 让太子日日夜夜都陪在她身边 王正军面对她的挑衅面色无波 不动声色反击她也生了一个公主 冯元到太子宫之后打扫侍奉 一天她突然来了兴致开始戏水 太子恰巧见到这一幕 不由地被她的娇憨所打动 冯元没想到真的能够得到太子的垂青 王正军在房间内为孩子准备绣品 冯元一脸甜蜜说起有人夸她的脚好看 王正军又一次度过了没有太子陪伴的七夕 冯元不由地开始为她鸣不平 王正军已经不期盼丈夫的宠爱 只是希望她的孩子能够平安 她提起当年和元二在七夕放河灯被问罪 王正军想让冯元陪她再去一次明渠 他们都很思念死去的姐妹元二 可没想到王正军却和她走散了 冯元恰巧遇到了深夜散步的太子 然而太子并没有怪罪她 元二对不起 傅瑶缅怀元二的时候遇到了王正军 王正军斥责她害死了无辜的姐妹 归根结底是她的贪心把自己给害了 难道到现在还不忏悔吗 傅瑶发誓要把她拥有的一切全部夺走 两人一言不合便动起手来 王正军不慎被推入河中 傅瑶见她闯了大祸不由地惊慌起来 看着王正军在水中拼命挣扎的样子 他最终还是凭着仅存的良知呼救 王正军被救上来之时 已是性命攸关 太子告诉王正军 全靠傅瑶救了她的性命 他连忙解释 是傅瑶将她推入水中 太子前来对傅瑶心诗问罪 你之前曾有两次想要加害于她 事情究竟是怎样的 我希望你能跟我说明白 傅瑶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的罪行 他愤怒表示 如果太子不信就杀了她 傅瑶在太子面前梨花带雨地哭诉 昔日那么好的姐妹 还有什么 比这更痛心的吗 太子对傅瑶的宠爱 让她内心的天平开始倾斜 王正军想要让太子为她主持公道 可是却得到了令自己失望的答案 从今往后 让一切的风波都平息吧 太子无条件地相信傅瑶 他斥责王正军不该嫉妒和怨恨姐妹 冯元送汤钥匙不小心撞上了太子 三番两次的邂逅 让太子对她很上心 冯元终于有机会近距离接近太子 本王也有寂寞的时候 太子很喜欢她单纯率真的性格 冯元就这样成为了太子身边的嫔妃 这下可把傅瑶气坏了 王正军整日陪伴着儿子 傅瑶和冯元一起来看望她 能够一举生下皇子 果然是很有运气 王正军不愿搭理傅瑶 和冯元共许姐妹情深 从今往后 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做好姐妹了 傅瑶看着他们其乐融融的样子 十分不满 公元前49年 汉轩帝轰逝 张婕宇只剩下满满一甲子的布瑶 来证明她多年来在深宫中的荣宠 如今属于她的所有荣耀都已落幕 卓公公来到宫中时 发现张婕宇已无声息 黄龙元年 汉元帝即位 王正军顺礼成章 被封为皇后 傅瑶也在同日诞下了一位皇子 属于王正军的时代来临了 可是他和傅瑶的争斗远远没有结束 皇上对傅瑶多年来盛宠不衰 甚至有了将他立为皇后之心 可他却不能忤逆先帝的意思 于是将傅瑶封为昭仪 帝位仅次于皇后 冯元也被封为婕瑶 傅瑶终于坐上了当年张婕瑶的位置 奴婢愿为夫人孝权骂之劳 万死不辞 五年后他们各自的孩子都已长大 元宵时聚在一起共度佳节 可是皇上却去了董美人的寝宫 冯元不由地感慨帝王的喜心厌旧 几人便聚在一起讨论皇子的功课 可是太子背诵起文章却磕巴巴 刘康则能帮他回忆起功课 傅瑶则怪儿子不该在背书时帮太子 刘康却表示应当胸有帝宫 但儿难道不明白为娘的一片苦心吗 傅瑶对儿子寄予厚望 王正军对儿子的表现很不满意 指责他不该放任自留 你休要怪娘对你苛责约束 娘希望你明白 若非生在皇室 娘也不至于这般逼你 冯元感慨起自己儿子处处不如别人 你什么时候才知道娘的苦心呢 娘还指望着你有一天能够当了太子 太子和刘康手足情深 刘康在太子被罚抄写的时候还帮他 伊兰殿的兵儿就是比交房殿的好吃 傅瑶三言良语就挑拨起了太子的不满 你娘望子成容心切 树母要是能当我娘就好了 傅瑶顺势提出让太子常来伊兰殿 王正军看到太子交给他的课业 怀疑是有人带笔 王正军三言良语就试探出他在撒谎 你既然已经抄写了二十遍 还不认识这个字 作何解释 太子面对母亲的斥责哑口无言 他只好承认是刘康帮他抄写的 太子还直言他一定是未来的皇帝 虽说大汉组织立子已长 可是立贤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王正军不由的忧心 公苏夫人劝慰他太子尚且年幼 长大后就会明白他的苦心了 此时工人传来消息太子不见了 直至深夜才得知他在伊兰殿 王正军瞬间怒火中烧 随后不顾众人阻拦前往伊兰殿 唯一疼爱的儿子被情敌抢走 天下哪个母亲都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 王正军怒气冲冲前往伊兰殿 不知皇后殿下要来有失远迎啊 王正军一见到傅瑶就说明了来意 可他竟然说根本没见过太子 王正军听闻这话不由的冷下脸来 傅瑶却还是一副你能奈我何的模样 王正军当即决定让公孙夫人亲自去搜 太子果然就躲藏在伊兰殿内 王正军想要强行带走太子 却不料母子俩因此爆发了冲突 竟然就这样僵持着 王正军和傅瑶的战争又一次打响了 傅瑶被这一番话震慑住了 王正军看着依旧在生闷气的儿子 他温身劝慰着 可太子愚怒未消 王正军只能给他讲述一番道理 最终太子还是流着眼泪跟着母亲离开了 太子在学堂上捉弄太傅 太傅悲愤交加 直言要请辞后告老还乡 王正军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 可母子两人关系刚刚缓和 他实在无法再因此和太子闹僵 只能寄希望于新的太傅 两人来到成名殿内 当王正军看到肖瑶的一瞬间 他还是恍神了 两人多年不见 不由的感慨世事变迁 肖瑶眼中的情谊依旧深沉 太子面对新太傅还是顽略不堪 可肖瑶却轻松将他制服 太子带领一众皇子请求肖瑶 想要跟随他一起习武 冯元和富瑶议论起新太傅的身份 太子和太傅打斗 这成名殿啊 以后可是热闹了 肖瑶为人阻止多谋 由他做太傅 说不定就可以管输住太子呢 富瑶三言两语指出王正军和肖瑶之间的旧情 肖瑶做太傅完全是皇上的旨意 富瑶没能得到想要的答案 盘算着别的方法打压王正军 一别多年 难道肖大人认不出我来了吗 两人一番交谈 唇枪舌剑好不热闹 王正军从公孙夫人口中得知 太子近日学习大有长进 王正军心里瞬间燃起了希望 太子果然表现的非同一般 他在学堂上对答如流 肖瑶看到他的模样很欣慰 连忙向王正军告知了这一习讯 如今下官恩威秉施 一仰有道 太子对学习又回复了兴趣 太傅深谙因才施教之道 他日太子若学业有成 估将禀明今上 减在地心 肖瑶则表明他只为解除王正军的忧心 太子对王正军的态度也恭敬有加 皇上本打算来交房店看望王正军 傅瑶送来一张鸳鸯手帕 皇上当即决定去伊兰殿 可是董美人传来消息 皇上又决定去看望生病的董美人 完全不顾傅瑶的苦苦哀求 王正军还在深夜痴痴等候 却得知皇上又去了董美人那里 春去秋来时过境迁 傅瑶又一次传来喜讯 备受宠爱的董美人依旧毫无动静 可有些女人啊即便夜夜成欢也依然膝下无子 要不怎么叫同人不同命呢 是啊 傅瑶特意来到寿院 看到皇上和董美人最喜欢的猛兽 傅瑶让寿院的工人给黑熊喂食药丸 时间很快来到了三日后的寿院表演 众位皇子都十分期待 早早跟着自己的母妃来到寿院 训兽师和工人们的表演很精彩 引得众人纷纷叫好 董美人和猛兽进行了亲密互动 皇上最欣赏的就是他的胆识 黑熊表演时却出了意外 他不受控制奔向台前的皇上 众人见黑熊发狂纷纷逃窜 唯有逢源不顾一切奔向了皇上 爱妃你终于醒了 皇上经过此事方知患难见真情 皇上听到逢源的肺腑之言 不由地感动到热泪盈眶 太子看出骁豫对他们母子情义深重 王振军也感动于他的做法 只有傅瑶独自在殿内发现怒火 他恨自己最终为别人做了嫁衣 傅瑶叫来养傅家的哥哥 打算为他谋求一个淮南郡守的官职 不多日即可离开长安去上任了 哥哥虽然百般不情愿离开他 却还是不得不听从傅瑶的安排 永光三年傅瑶诞下一女 皇上赐封号平都公主 冯源自从救驾有功后 一直备受皇上的重视 他终于成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人了 冯源不由地感慨起上天的安排 冯源不仅从节鱼之位进身 被皇上封为昭仪 就连家人也一并得到赏赐 冯家父子同朝义政 富贵无边了 富贵因为诞下公主不受皇上重视 相比较逢源如今的春风得意 他心里不由地更加不满了 王振军没有心思参与到他们的争斗中 整日忙着和萧宇共同教导太子 皇上看到长子如此精进 不由地龙言大悦 王振军听闻此言 不由地十分欣慰 富贵的哥哥为了能够留在他身边 不惜入宫做了摄人 富贵痛心质问哥哥对自己的感情 他表达出了对富贵的深情 为了富贵他宁愿放弃自己的一切 只想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 富贵即使再难过也只能接受现实 为了保护哥哥 他只能将他调到后花园 富贵害怕雷电交加的夜晚 哥哥连忙赶到他的身旁安慰 他们的感情在这一刻又一次升温 王振军和富贵逢源共同赏花 一枝独秀固然难得 可是要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吗 花儿本身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呢 几人恰巧遇到萧宇经过 富贵看到王振军和他举动亲密 想到过往的种种 不由地感慨起自己容颜衰老 在丈夫那里已经色衰爱吃 富贵发誓绝不能输给王振军 他让哥哥把萧玉找来 萧玉当即认出他就是富贵的哥哥 在下不配爱任何人 只要能和妹妹朝夕相处 我就心满意足了 萧玉看到这一切不由地感慨万千 富贵为萧玉演奏了一曲以诉终成 两人心平气和再次谈起往事 说起来我这一身秦记还多拜大人所赐 是夫人天资聪慧 感悟超凡罢了 富贵恳求萧玉再帮自己一个忙 萧玉不动声色婉拒了她 萧玉 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内心吗 你不知道我是真心喜欢你的吗 富贵的真情告白没能打动萧玉 他痛恨王振军轻而易举得到了萧玉的心 萧玉在皇上的授意下 回家劝说父亲重返朝堂 也就是关内侯萧忘之 他耿直的言论仍旧得罪了一众宁承 更是不顾皇上的颜面拂袖而去 萧玉担心父亲大获临头好言相劝 却没能得到父亲的理解 皇上教育太子要适当教训全臣 宽容对待那些有过错的大臣 不久后萧忘之果然被奸臣弹劾 皇上思虑后决定将萧忘之下狱 王振军得知消息后有些忧心 他担心萧玉会因此受到牵连 想要亲自前去劝解皇上 公孙夫人告诫他最好不要牵连自身 王振军只好将消息告诉萧玉 让他劝萧忘之暂时委屈求全 才能够保全自身 萧玉还在恼怒于父亲的不理解 王振军劝他放下嫌隙以尽孝道 周书令已经带领人马前来捉拿官内侯 萧忘之不愿受辱决心了结此身 却不料王振军亲自来访 王振军告诉他大丈夫能屈能生 希望他能给皇上一个台阶下 可是萧忘之却不愿苟且偷生 萧玉此时才得知父亲已经服毒 萧忘之弥留之际向儿子道歉 父子二人终于解开了多年的心结 可萧玉永远失去了世间唯一的亲人 皇上得知萧忘之的死讯后 雷霆震怒 皇上只能将所有愧疚弥补在萧玉身上 萧玉即使加官进爵 却始终心痛于父亲的悲剧 萧玉感谢王振军帮他和父亲化解矛盾 王振军劝慰他不要沉溺于悲痛之中 傅瑶得知王振军深夜和萧玉一起出宫 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打压王振军 即便是个谣言也是一把毒剑 很快皇后和太傅的私情传得沸沸扬扬 太子无意中在皇上面前说漏了嘴 这果然让皇上心中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得知因为皇后深宫寂寞 两人可能旧情复然 王振军和萧玉在楼台交谈 他担心王振军受粮 因此为他贴心披上衣服 皇上看到这一幕简直怒不可遏 当即决定将王振军打入冷宫 又把萧玉关进了牢狱之中 皇上冷静下来之后去看望王振军 一番引经据点使他清醒了几分 傅瑶得知皇上开始惩治散布谣言的人 决定将心腹宫女除掉 以免危急自身 匈奴求娶汉家公主 王昭军主动要求前往匈奴和亲 升宫多年 他早已经看透了人情冷暖 皇上看到王昭军如此绝色容颜 即使再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有你去和蝉鱼和亲一定能保边塞的安宁 姐姐们多保重 妹妹就此拜 时光如白居过西 太子已经由懵懂孩童变成翩翩少年 他对宫女迎欢 青睐有加 公孙夫人看出太子的心意 皇上亲自为你主持冠礼 只有太子才有这样的荣耀 王振军看着儿子的模样很欣慰 可是他和迎欢的情感逐渐失控 王振军知道太子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 于是将许额送到他身边 希望能够让两人好好发展感情 傅瑶得知太子和迎欢的事情 决定利用他将此事闹大 太子和迎欢最终还是迈出了那一步 王振军担心会影响到太子的声誉 将迎欢悄悄送出了皇宫 王振军为了抚慰太子的心 将稳重的许额赐婚给太子做太子妃 可是太子却根本不喜欢她 认为许额是一个无趣的女人 许额却很清楚太子根本不爱她 这对年轻的夫妻就这样成婚了 新婚之夜太子妃独守空房 他们的内心都充满了无尽的痛苦 随着皇子们逐渐长大 皇上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众人都将眼睛盯在他身下的笼椅上 傅瑶更是使劲了浑身解数 拉拢了最大的反派中书令 同时让儿子刘康有所作为 整日在皇上面前表明孝心 皇上果然动了更改储君的心思 校尉军和宇林军此刻正在金马门外对峙 一旦陛下更改一朝 双方就会展开死刀 魏阳公将血流成和人 在肖玉的吉利劝阻下 皇上最终没有废掉太子 登基大典顺利举办 他就是西汉第十二位皇帝汉成帝 大汉的历史从此又翻开一页 他的母亲王振军也顺利登上太后职位 而属于王振军的时代并未结束 他将继续在深宫中延续属于他的荣耀 明镜之后 然之后